耗资11.4亿元由中央权额补助办理构建的新台马轮 4月16号在基隆港西二号码头举办守航典礼 包括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交通部长王国才和连江县长王中明以及立委陈雪生 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人都亲自出席守航典礼 更由行政院长陈建仁代表主持交船仪式 总统蔡英文亲证平安品给船长 象征航行平安 兼顾美学简洁设计融入马祖地区当地元素 总盾位5341可以搭载642名旅客 同时可搭载45辆小客车以及4个20匙冷冻柜的新台马轮 也将带动马祖观光为台马交通揭开新的里程碑 它的设计除了642个座位以外 它45个这个 这是我们叫这个时上时下 车子可以上去有45部的这个小车 也就是以后到马祖也可以车 我们叫自驾自己到马祖自己开车 也可以把车弄上去 然后另外游览车 它也变成18台的游览车 这一时说我们旅游业者 如果有观光团到马祖也不见得就有坐飞机 我们就可以搭船车上去 所以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改变是从传统的 以前是易大兵哥开始的交通船 那现在变成一个交通跟光光两公共 花费了11.4亿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全部由中央来补助 那实际上对于马祖的这个交通的建设 我们不是只有开马轮 那我们刚才讲过现在的华信已经开始首行 而且我们也扩大了这个北竿的这个机场 并且也开始建立了北竿道大丘的这个大丘桥 所以政府确实在马祖的这个建设上是不予以立 那徐政院也核定了新的一期的 尼岛综合建设计划总经费是63.51 要共同来推动146项的这个计划 让尼岛的乡亲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去年第一届 马祖国际艺术岛的活动登场 那么整个活动和跨马祖的四项领导 让所有的访客都可以一边参观展览 一边游玩马祖 那我也知道 去年很多朋友都特地找马祖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今年第二届也即将在九月开幕 有了新海马轮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登岛 体验我们在地前线的文化美丽 也会带动马祖观光旅游的发展 那未来我们政府也会继续投入资源 我们刚才陈院长跟各位报道 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 强化马祖的各项技术建设及措施 以提升马祖整体观光景点的规划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到马祖 一起去感受马祖的美好 立委陈雪生以及连江县长王忠明 也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的大力支持 让新台马轮正式启用 满足马祖离岛乡亲的车辆运送 生鲜蔬果以及邮件托运和观光等需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